上世纪三十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大萧桥,如今仍令人不寒而栗。 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,这样的灾难也是市场经济发展,必不可少的阶段之一。 但他们同样承认,大萧桥真正的由于至今,也没有一个确保的说法。 就在经济崩盘前一前,几乎全部的美国金融专家都保持乐观态度。 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还高调地宣称,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。 这一繁荣的高潮将会继续下去。 通常,当社会一个或几个集团的支出突然降低,其他社会集团就不得不支出更多,以保证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。 然而,当后者的支出无法达到要求,便容易催生危机。 通常,科技水平的飞跃,总会带来生产率的解放。 这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志,回看那段历史。 有趣的是,前者似乎反而要被大萧条这个黑锅。 举个例子,1929,1930年,美国工业产值得到大幅提升。 事业率反而进一步扩大,主要是机器的投入,取代了许多工人的岗位。 而事业率的上升,又让人们的消费欲望降低。 1930年,美国社会消费支出,降低了约150亿。 虽然政府在有一时的提高支出,但这样微博的努力是背水车心的。 在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退出新政之前,资本主义事件依然是库豪一片。 然而在大洋的另一端,有个国家刚刚从这样一个大坑中爬出来。 更令他们气愤的是,如果将大萧条许为一场人类社会的天灾,那么他们所经历的则是人祸。 这个国家就是德国。 当时的德国有多久破呢?从一个笑话中我们可以亏为一二。 一战结束后,一家公司到了发行日,员工们纷纷带着洗衣篮钱来领工资。 结果公司尽了手偷,把钞票都扔到地上,篮子都偷走了。 这个笑话颇有买毒还猪的讽刺意味。 然而这在当时的德国训会中并不过分。 1919年6月,德国被迫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,以英法为主导的欧洲霸权体系,希望通过高压制裁的方式,让德国这个可怕的敌人永远翻不了身。 在军事上,德国军队被限制到不到12万人,陆、海军不准连发任何新型武器,恐军更是形同失射。 英国和法国不怀好意,则在德国境内设立军事换冲带,名义上不准双方军队进入。 然而,英法军队可以随意进出。 德国平民不慎误入,都有可能挨相词,经济上德国更惨,为了讨好英法集团。 德国建立起威马共和国政权,该政权的施政者不断向英国和法国采为,后者也毫不客气的处处针对。 你来我往,这个曾经强大辉煌的老牌帝国,被搞得很羡慕不堪,濒临崩溃,一战刚结束那会儿,一美元还只能兑换四帝国马克。 然而到了1923年初,一美元已经能兑换4.2万亿帝国马克了,如果要买一个面包,人们需要带着一千亿钞票。 穷人们省钱有放,根本不必花钱去买柴火,而是拿着一美元到银行里兑换成马克,然后直接烧钞票生火做饭。 大人们也没钱给孩子们买玩具,干脆让孩子们把成捆的钞票当金木丸,德国的崩溃是全民性的,就连中产阶级和部分上层社会都受得牵连。 与大萧条如出一辙的是,大部分社会财富仍掌握在少数社会集团手中,如部分犹太资本家。 原本,德国人就觉得一战是德国战败,就是因为犹太人出卖了他们,为了共和国时期德国的总破也是部分犹太人,为了享重利益而故意操纵的。 因此,德国人从那时起就已经狠狠地记下了这笔账,虽然后来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令人发指,但绝大多数德国人似乎并不太排斥,恐怕与这有很大的关系。 最惨是,德国失业人口超过600万人,达到了总人口的10%,失业率更是高达50%,一个家庭中的一名成员拥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,这个家庭就已经十分幸运了。 惨到这个样,英法每年都还要从德国越走,21级马克的战争赔偿,可观的讲,德国的遭遇不比大商调好多少,尤其是在这个阶段,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在高速发展。 这更令德国人感到迟俗,当德国在灾难中挣扎翻滚时,英国可把国际在一旁幸灾乐祸,不过,也有少数理智的政治家,对这样残酷的手段感到担忧。 有位英国国会议员,就曾表达过担忧,他认为,这样的压力会导致德国这样一个优秀的民族出现可怕的求爱情绪,最终撕毁条约,这个名叫温斯顿丘吉尔,德资历上前议员,的建议,显然是没有受到重视,德国的悲惨为纳粹主义的资生提供了沃土。 1933年,美国政府推出罗斯福新政,在以救济、复兴、改革、为核心的政策而刺激下,美国社会重新焕发了生机,与此对应的是,1930年9月14日,走投无路的德国选民将640多万选票送给了纳粹党,生生的将一名狂图送上权力顶端。 3年后,德国总理希特勒兼任总统,成为国家元首,在这段时间内,德国的就业率接近100%,人民一片欢呼,这样的差距令人沉默,同样令人听信,如果美国选择了与德国同样的道路,那世界就真的危险了。 显然,当年德国的被砍遭遇,一直延续到了今天,不少德国人甚至坚定的说,虽然他们愿意为战争罪责反省,但无论有没有希特勒,历史重来一次,他们仍然会选择战争。 并不会反悔,一个面包都卖到1000亿了,还怎么活啊,如不反抗,民族都要完了,难怪又这样一句历史名言。 不是慕尼黑韵约了德国纳粹主义,而是白尔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